做這一行的人 基本上個性其實 某種程度講的直白一點有點雞 雞歪 好誠實喔 然後其實如果女生雞歪的話 其實男生通常不會那麼的喜歡 你怎麼雞歪法 就是比如說我們對於 比如說吃東西 或是你對於生活上的品質 比如說可能就是我在吃東西 我很挑剔 我覺得吃到不好的東西 我會非常生氣 我會生氣的 我會生氣的 生氣啊 就是我會覺得這一餐 因為他這方面有要求啊 因為我覺得對吃東西 我很要求 對生活的品味 我很有要求 因為男生會受不了 男生沒有那麼重吃 對 然後如果生活品味 比如說 我覺得不是要去什麼 很高級的地方 或是說出去度假什麼 沒有不是 我覺得你要有細節 你的人生要有細節 你的生活要有細節 哈哈哈哈 就壓力好大 你看要細節 我抖了一下 我抖了一下 也不能有小孩 因為有小孩也不能有 因為他注定你終生單身的啦 我這樣 哈哈哈哈 對 對就是 其實我覺得個性上面會 因為你 你個性使然 你才會想要選擇這個行業做 如果你不是這樣子的女生的時候 可能你會選擇比較 可能 easy going的工作去做 所以時尚圈單身的人很多 其實蠻多的 我身邊的姐妹很多是單身的 像最近有一部電影叫 尼桑風那個魅影 你看那個男主角那個設計師 對 全都緊繃在設計裡面 他跟誰談戀愛都是困擾 分多周少大家都喜歡的 而且醫院會就說 你今天這個衣服穿的不對 鞋子配的不好 對 我會 真的會 我真的會 那人家本來真的一頭人 馬上就覺得很冷回家好了 因為他們講話 那個話的時候 還不只是一直罵你而已 手開始剝頭髮 會讓你完全就是無地自容 真的 跟時尚圈的人結婚 真的是有壓力 因為我先生一直在做精品 他從大概大學畢業進來 他就是在精品界 所以呢 每一次就是 其他太太都可以跟先生講說 欸這個包是新的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買很久了 我只要跟我先生說 欸沒有沒有沒有 買很久 他說 他說才怪 他就把雜質一放開 這一季的 不要騙我 你這個禮拜去買 所以你看壓力也很大 那這個時尚圈的 男性的特色是什麼呢 齊陽 大家都喜歡男生 大家都喜歡男生 這個圈子裡面的人 不管男生女生 都喜歡男生 所以身多周少 就是本來競爭就很強了 很有道理 對 所以我覺得不容易 找到另外一半 然後 就真的像剛剛婷筠說 大家真的標準很高 就是我們一直都在看最新最流行 最好的這些東西 最好的品牌 衣服包包 或者說這些美食 你很自然的會覺得說 這個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沒辦法接受說 一般人說 我們今天周年輕 那我們去吃那個蒜蒜菇吧 不行 蒜蒜菇不行 那我覺得對方真的壓力蠻大的 蒜蒜菇為什麼不行 就是不太像是慶祝的時候要吃 像我們會覺得 我們有職業 你知道這些都是挑剔鬼嗎 對 我們會習慣說 就是你習慣說要幫這些品牌 準備很多東西 然後這些藝人怎麼樣 你要送禮 你要過 所以大家已經很習慣過節 這件事情 會有很多氣氛 氣氛 氣派 我覺得 店都沒有訂啊 都買來去吃林東方 這就找應該要訂啊 他們這種感覺就是說 其實他不只是 只是數落你而已 他會讓你無地自容 就是感覺說 你到底聽得懂 聽不懂 你到底有救沒救 對 所以維持品味比擁有另一半還重要嗎 當然啊 他們就是這麼認為的啊 他們眼中已經有一個標準 這個尺已經這麼高了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任何筆子的 降格 那學生圈的男女在一起呢 這樣不是就完美了 其實蠻多是 業界的人互相在一起啦 這樣可能會比較妥協一點 就是比較能夠懂對方 比較能懂對方的語言 跟生活的細節 懂得有什麼用 就是有愛的時候就會懂啊 沒有愛的時候就互相牽制 也是 就我有一堆朋友 他們就是兩個人都是 女生是公關 男生是負責營銷的部分 都是同一個品牌的 那他們有一次 有一天晚上 他們兩個人就是想要 就想要親熱的時候 然後女生反而決定 欸不對不對 我現在要看那個 時裝週的那個實況轉播 然後這樣啊 對不對 然後馬上就開始 兩個人就趕快看 iPad出來看時裝週的轉播 那這不太是一般人的 一般人的生態 這要同一個行業才了解對不對 我沒想說我不比時裝週重要嗎 對 時裝週比較重要 雙週比較重要 對啊 覺得有人看足球 覺得比你重要 對 一樣的道理